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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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圣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圣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连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圣 汎服神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大家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用生命医子 本师佛陀 学习大慈悲 学习大智慧 愿卑至圆满 普度众生 好 请放掌 我们生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 希望我们能够悲至圆满 所以各位手上拿了这一本叫 悲至双运 那事实上佛陀的手 永远一只手 代表智慧 一只手代表众生 那阿弥陀佛也一样 一只手拿着莲花 一只手接引众生 所以 那这两只手 对我们来讲 就像各位合掌 一只手代表成佛的智慧 一只手代表 普度众生的悲心 我们要合在一起 好心肠 要加上好头脑 合为一体 这个叫悲至双运 就像观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牵手是慈悲的力量 牵眼是智慧的力量 所以因为有智慧 才能够不执着 而且知道怎么做 再来还真的要有实际的行为 这个手会伸到地狱里面去 伸到恶鬼道里面去 就像有一个故事 各位听过了 有一只毒蝎子会咬人 但是他掉到那个井里面 那有个人就是一直去把他 想要把他救起来 人家说 那你去救他 手会不会咬到呢 但是这个人说 咬我是他的死啊 但我不能不救他 所以透过他咬他 他才可以把他拉上来 所以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悲心 但是旁边人讲的是凡夫 因为他会痛 但是对佛菩萨来讲 不会痛 这就是不执着自己身体的痛苦 然后呢 才能够去救度众生 那我们都希望天天能够 Om Mane Bane Hong Mane就是慈悲 Bane就是智慧 Hong就是合在一起 那这样才能够转化众生 Om就是转化 把轮回转为清净 把痛苦转为快乐 所以把不清净的身口御 转为清净的身口御 Om 那就要靠着 悲至合一 所以的修行 所以学佛不能骗一遍 大家很慈悲 但是没有智慧 很容易起烦恼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伤害我 那就是世间的感情 就会有那种痛苦 那是有智慧 没慈悲 那也没用 那代表现在人的 漠不关心 冷酷 只关心自己 不关心整个社会 所以 那这两个都要 特别现在 各位看报纸 这些有影响力的 国家领导 政府官员 那这有影响力 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个公务员 他就是要服务众生 服务国家 帮助整个国家的发展 但是在服务国家的过程 如果不了解因果 没有智慧 也就是说 不相信因果轮回 而且智慧又不够 甚至 有个人的贪嗔痴 那他做这个工作 就会变成一种障碍 甚至会贪污 甚至 虽然要帮 却害了对方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我想 慈悲智慧 并不是佛教徒的专利 而是所有人类都有的 因为人有感情 感情透过智慧 可以变成平等大悲 人有知识 透过了解真相 形成波罗波罗蜜多时 他就可以化为智慧 那这两个合起来 来发愿利益众生 发展成力量 所以佛陀叫什么 念一下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利 大智 大悲 大利 这也是人的殊胜 人刚好具足这三个特质 是天道 跟三个道没有的 人有知识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我们叫知情意 所以唯有人才是圆满具足 所以虽然动物也可能有感情 但是它没有知识分辨的能力 与此 而且动物的意志就很单纯 吃东西传宗接代 它没办法 很圆满 所以我们做人 却能够如此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智慧 去了解真相 而且帮助众生 把我们有限的自私的感情 编成一个平等救度众生的慈悲 把我们个人的欲望 化为普度众生的愿力 大乘佛教的重点 那修行呢 各位就要一直告诉自己这样 我要转 转私人的贪嗔痴 成为佛法身三宝的力量 转贪心为成佛的菩提心 转鱼痴为身性因果的空性的智慧 转称慧为忍入大悲 因为你要度众生 要忍入 要受苦 就像那个食物 投下去是烧掉一样 是像受苦一样 但是没有烧掉 怎么会化成甘露呢 所以前面的灯没有燃烧 怎么会化成光呢 所以你要度众生 一定要有忍入做基础 才能够慈悲 那最高的忍入 要达到这个功德 那你要证得无身法人 就是要有空性 就把你丢到地狱里面 那你都还可以承受 在苦的里面度众生 不然呢 怕痛苦就会走入小乘 我自己解脱就好 那做菩萨就不行了 那所有众生都让他们脱离轮回 不管地狱的 砍你杀你的 你都要度对方 就像我们在金刚经 佛陀做忍入仙人 被戈利王 节节慢慢砍 慢慢砍 砍他的身体 他那时候想的是 我这样成就我的功德 我将来要度度你 所以国王后来成为佛陀 成佛第一个弟子 乔成如比丘 所以佛陀在被砍杀的时候 没有嗔恨心 这个叫空性的智慧 只留着大悲心 那我想这个境界 各位一定要 时时观想在你身上 现在别人骂你两句 你就不舒服了 不舒服了 那就像我经常喜欢放声 咽咽 很多人在骂 对不对 当然反对的必定存在 那有些居士受不了 哎呀 师父 他这样讲我们 他就想要退转了 我说他一个讲你 又不是全部讲你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不要为了一两句话 就变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人 是互持放声 少数的人批评 那没关系嘛 那是空性 我们做得更好就好了 做得更圆满 也让批评者成为一个功德 为什么 他批评我们 就叫我们做好嘛 做得更合理 那但是你不能起心动念 那对不对 如果你在谈恋爱 那就没办法了 那叫情识多云殴语 情绪起伏得很厉害 因为那个时候 你是用世俗的感情 跟执着的想法 那就没办法 你会苦 对方也会苦 所以佛教里面 大概整部佛经 所有的佛经 都在教我们 慈悲智慧 那如何去圆满 所以各位 我们画了这个图 一只手代表慈悲 一只手代表智慧 合起来就可以圆满 菩提心 成佛的心 所以自信是什么 很多人说开悟 自信 自信就是 卑制合一的 菩提心 就是自信 所以并不是讲 自信是绝对虚无 不存在 虽然自信本体是空 但是空显现出来 它是量 大慈大悲 所以不能偏一遍 如何两个都圆满 又量 又清静 又有力量 就像钻石 它不是石头 钻石 所以它是最宝贵的 那我就讲几个重点就好了 我认为的重点 第八页最后一行 很多人喜欢讲活佛 仁波切 大法师 都可以了 都可以 然后 我们要修行 一定要有心灵的老师 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 是众生的导师 所以这里面写了 十一 活佛是心灵的导师 那当然 真正用活佛 这两个字 并没有那么恰当 但是对我们来讲 它就讲 佛陀在视线 在我们面前 那这样就比较解释 一个善知识 必须视线 像一个佛陀的行为 就像各位人家说 你好像观音菩萨 你很高兴 我做的行为 在第八页的最后一行 所以真正的活佛 真正的善知识 真正的法师 一定要具备着三种德项 才可以 第一个 我们一起念下来 具备仁慈与爱 这种爱是平等的 如同母亲没有偏见的 看待每个子女一样 那是第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 各位一定要去找 因为如果你要修行 有善知识引导 那你比较看得见 自己的缺点 不然脾气不好的 也很喜欢看佛经 也很喜欢看佛经 发飙的时候更厉害 因为佛经看多了 更骄傲 骄傲的时候 更看不起别人 那虽然看佛经 但是他还是没有断习气 这样对他没帮助 所以我的老师这么苦 都还可以忍了 那我们有什么不能忍 对不对 提醒我们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道德 是慈悲吧 因为他就像个医生 医生不是为了赚你钱 他只想医你病 那这个是好 有爱心的医生 那各位如果你没有去找到 有爱心的医生 他就不该跟你开刀 就给你开刀 对你这个小病 他也没什么好关心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 有爱心的医生 所以但是他具备的 就像我们母亲一样 关心你超过关心自己 而且平等的 而不是说我对你有钱 你有钱多一点供养我 我就对你好 没钱我就不理你 那就不符合这个资格 第二 具有智慧 真实了悟生命与生活的真理 我们的生命的真理 是四圣体 佛陀讲了 生命的轮回是苦的 生命有三苦 二苦 八苦 这一点要去了解 苦的原因要了解 那活下来的目的是干嘛 有了这个生命 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生活是为了修行 生活也是为了断烦恼 来利益众生 要有这个智慧 那当然透过经典 我这里面他们写的 生活与生命 他不特别说 深入精湛因为 是要把经典的智慧 用在生活跟生命上的智慧 而不是只停留在经典上的智慧 就像一个经济学教授 很会讲 那叫我去开公司 既然倒掉 那他这个经济学的利益就不大 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听某某董事长来讲 企业管理 这是因为人家是赚钱的 对不对 然后他讲的这是实在的知识 就是实在的智慧 要具有这种能够帮助生命 帮助自己跟帮助别人生命生活的智慧 第三个 还有方法 因为没有方法 那对方也不能接受 具备技巧与智慧 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教授他的觉悟 能够引导学生体会到他本质具足的智慧 就像佛陀 各位看佛陀的故事 阿罗汉没办法教的 佛陀都可以教 阿罗汉都放弃了 就像周利盘陀 你还俗吧 但是佛陀可以教周利盘陀 成为一个阿罗汉 因为佛陀有这个技巧 智慧 而且无量无边的神通 阿罗汉八万大劫 他看不了再远 对不对 所以也没办法分析 所以这是三种 那请看第八页的 第一行第九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善知识 我讲这个就希望各位两边都要 一方面期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就像你生病久了 久病成良一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 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去亲近这种人 将来我们清出一栏顺一栏 希望能够帮助 就像我的老和尚收徒弟 收徒弟就是希望徒弟比老和尚做得好 这就是对老和尚最好的供养 我们佛弟子真心的修行 能够承担众生苦 能够传播佛法 那是供养佛头最好的方法 所以做了一个善知识 各位想要发心做菩萨 菩萨就是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人 那你要具备什么 第九 念下来 他能够用敏锐的智慧 斩断疑虑和误解 他的心充满了对其他众生的慈悲 如同母亲对唯一的孩子充满慈悲 就像各位看文殊菩萨 拿了一个智慧之剑 这个智慧不是砍别人 斩断自己的无名 任何一个不正确的执着 马上又马上给他斩断 现在有些人是专门看别人的缺点 就看不了自己缺点的人 很讨人厌的人 但是文殊菩萨不一样 他这个空性的智慧剑斩断自己无名 你斩断自己无名保持在空性的时候 这个空性自然发光 让别人来学你 因为你有这个过程 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 那别人迷路你就可以指引他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 而且这个斩是当下转 而不是说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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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来 要很利的智慧的利剑 来斩断自己的疑虑误解 什么叫误解 误解是无名 明明那个是苦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呢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的 苦的 结果你去着相了 这个男人好帅 这个女孩子好美 这个美 你就看看他里面美不美 对方跟你讲 我爱你 你冷静一下 你爱我什么 钱呢 性感呢 我可以跟你谈恋爱啊 这个爱就很肤浅 你去分析以后你就觉得 原来对方只是利用我而已 你去分析 这个事件是个虚伪的事件 合上只有两条船 名跟利 都是为了这个而已 人跟人互相利用 这没有真心呢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他的心 就像对独生子的爱的慈悲 所以不是对一个人 冤情平等 恨他的人 佛陀都把他当作是独生子 就像提伯达多要暗杀佛陀 多少次要暗杀佛陀 正面也要杀佛陀 当他生病的时候 人家通知佛陀 大家好高兴啊 幸灾乐祸 害人经提伯达多 病得快死了 佛陀马上站起来 我要去看他 佛陀你要去看他 佛陀说 如果我去看他 就像看我独生子 罗活罗一样 他病会好起来的 真的吗 佛陀用这种行动 感动那些弟子 结果佛陀去看 然后呢 提伯达多 马上就好起来 当然好起来 还是继续害佛陀而已 但是佛陀对他的爱 永远没有改变 没有间断 那这个叫老师 所以我想我们这应该去学习了 所以我们看佛经很好 这些方向都有了 那跟日常生活 待人接物 你能不能接上 你不能说 那是佛陀跟我没关系 讲这种话就是 不能直下承担 我们跟佛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佛有佛性 我也有佛性 佛可以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你千万不要找借口 说我做不到 谁都做得到 要不要 那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没智慧 有智慧马上就斩断了 一点执着都没有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 多提醒文殊菩萨加持 去了解如何开发这种 立即斩断了 的智慧 不然你会一直放不下 放不下那个事情 再来第十 如果你修行 依止一位上师 如实地遵循 他的话语 你对教法 真谛的信心 将于日俱增 能够在你这一期的生命中 证得金刚词的果位 就是说信心 各位如果我们去 亲近善知识 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的话 百分之一百的 能够去依教奉行 你可以一生就成佛 这个就是在密称里面 很强调的 一生成佛 他就不离开根本上师 才可以 那当然所谓根本上师 他可能也是个人 他也有他的习性 或是你不习惯 但是你都要认为 这个都是个加持 当然你要去 接近一个根本上师 但是你要观察很久 你不能说随便 他知名度很高 你就去接近 那也不行 你要按照 佛经里面 他也没有 具足善知识的十种德行 等等等等 很多佛经写的十种德行 八种德行 四种德行 三种德行 然后你这些都要知道 然后就像拿个放大镜去看 去检视 我想各位就像你结婚一样 你也不能今天谈另外一天就结婚吧 你总要谈一谈 然后看看他家 一段时间搞不好很长的 那对于解脱的三知识 更要观察 那你观察完以后 你决定依止他说三知识 那你就不能退转 你不能看他的缺点 你只能想他的优点 因为你看他缺点 你就会想要跑掉 所以就像迷人如拉被磨练一样 你不这样磨练他 然后他就看不到真理 也代表他的不退转 所以他才能够离苦 翻过来请各位看一下 第十八页 那善知识最主要要对峙我们的烦恼 然后呢这个烦恼有哪一些 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第十八页我们念一遍 第八这一行 无论哪一种 一种烦恼站的上风 你都要施以正确的对峙解药 一强烈的贪欲升起时 你要思量贪欲对峙可恶的面向 二强烈的称恨升起时 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 三迷惑于痴升起时 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 四嫉妒升起时 你要观修自我和他人的平等 五焦慢升起时 你要在心理上设身处地 好 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消除这五毒烦恼 贪 撑 吃 嫉妒 好慢 那这五毒烦恼会让我们生死轮回很苦 那基本上各位 虽然我们讲大乘利益众生 但是你首先一定要对峙自己 那你对峙自己 那你也找到对峙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别人 所以第一个强烈的贪欲 眼睛看 耳朵听 特别追求欲望 感情 那你要去想他的负面的 这叫不静观 就像现在十八岁的男生 他就会去想要看A片 看性感美女抱抱他 这个叫出众的烦恼 但是如果你没有佛法 他真的很苦 他就一直在那边煎熬 我也认识人家这样压压压 男生压成女生 他就怪怪怪的 佛教是一种净化 而不是压抑 我不能结婚 他从小就出家 他不能还俗 他就硬压压压压压 压久以后脾气怪怪的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 那这个东西会快乐吗 所以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向 不静观 在漂亮的外表里面都是脏的血 你满足这么多金钱以后 变成钱的奴隶 而且很多人就会来威胁你 骗你 甚至你要缴多少碎金 然后每天就很烦 所以 这些欲望 更可怕的是轮回 轮回 爱河千尺浪 苦海万重泊 这些欲望会让我们生死轮回 我们 我们生病很痛苦 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 那如果你有男女的欲望 那你永远会在轮回 还有这个情的执着 那心情更痛苦 那你要不断的不断各种欲望 你都要去想 第二 强烈的称恨 这是习惯性 今天有人 骂你 不顺境 你马上就脾气就起来 特别你对你小孩 我跟你教那么说 有人会把小孩打死 就是这样 因为他对他有感情 但是又控制不了 这个称恨心 然后他就会打他 骂他 伤害他 所以 这个时候你要去想的对境 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 你要去同情他的弱点 所以各位 你平常就要准备好 一直羞恥 被关 我怎么样 爱我所爱的人 第二个 你要关心 如何爱那些不认识的人 那你这两个修得很好 第三个 我也如何去爱那些 伤害我的人 因为他就是无名 他就是不了解 赵伟爷 所以他如果知道 他干嘛伤害自己 他就是不知道 那你要去替他想 而且希望他能够离苦 而且去对他好 你要一直这样去观修 去思维 当然这里面更强调 这叫感受 感受到对方的苦 感受 特别我们了解英国的 这个人这辈子杀人 强奸 然后他被判死刑以后 还要下地狱 地狱无量节 然后恶鬼道 你去想这些 哇 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就算你轮到你去执行死刑 你要想让他这么苦 以慈悲心 啪啪 没办法 而不是说 你这个坏人 你该死 而是用慈悲心 所以一个人越不懂佛法 越让我们慈悲 所以佛陀说 他已经证了空性 但是众生母亲 却还在执着 没有空性 好可怜 所以我们如何让 所有众生 都能够找到他的自信 免得不断地在 散散恶恶生死轮回 要去感受到 他们的苦而生气 悲心 那如果你经常培养这个悲心 就不容易生气 不容易生气 第三 迷惑于痴生起时 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 所以为什么会轮回 因为无明 十二因缘法 无明缘醒 行缘事 事缘明射 六路 触手 癌去 有生 老病死 众生都是这样 所以无明灭 则行灭 如果你能够看清楚 你就不会去照做 不会照做 就不会有 不好的基因 意识 然后呢 你要十二因缘 那各位你观 生命的十二因缘 那你要学习观 灯从哪里来的 花从哪里来的 法会从哪里来的 它的过程是 所以每个过程 你去看 你就会感恩 你要去分析 因为这个缘起法 如果你分析得很好 你会成为一个 能够帮助世界的人 就像各位研究手机 研究什么 要观察时事 众生需要什么 重量什么 现在别的对手 什么样 你都要分析得很圆满 那你分析得很圆满 你就不会卡到哪里 你也知道怎么去 就像一杯果汁如何弄得很好吃 卖素食 又坚固到健康 又坚固到色香味 所以有时候人家带我去吃 师傅这个有机的哦 哎呀 自己要带酱油的 有机是有机 连个味道都没有 连油也没有 我都很怀疑 这个店可以开得成吗 你有机是有机 没错 你要弄得有一点好吃吧 所以我想各位要去思维众生的口味如何如何 不然就会卡在那边 第四 嫉妒 嫉妒心强的人卑贱哦 没有嫉妒水洗心的人高贵 地位高 所以今天你能力很强 你老板笨笨的 结果你只能坐他旁边的小弟小妹 因为过去嫉妒心 你会没福报 没有嫉妒心的福报大 就像茉莉夫人 茉莉夫人她虽然在她国家很卑贱 因为她是私生女 这是一个加比罗威国的一个皇祖跟一个妓女生的 那琉璃王 那个时候琉璃王的爸爸要去娶 说你们要交一个给我 他们就把这个茉莉夫人给她 那茉莉夫人嫁过来 就问佛陀说 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我的国家人家看不起我 来这边 国王对我那么好 如何如何 那就跟他讲 因为你这个人 因为没有嫉妒心 有一阵子有 后来你就变成改变了 所以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但是你喜欢骂别人 所以你长得不好看 但是你喜欢供养三宝 所以你富贵有钱 做皇后 那佛陀会给她分析这个道理 所以嫉妒心生起 你要观修 自我跟他人平等 所以不要去比啊 外表 大家都受苦 不要光看外表 有钱没钱 所有众生都想离苦得乐 所有众生也会轮回才受苦 所有众生的平等有佛性 那你要一直去分析这个问题 才不会短视的看到对方高矮胖 让他们说有钱没钱 那进步还要去随喜对方的优点 随喜对方的优点 慈悲对方的缺点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这样被善待 那各位要用心 所以这个 你如果自己不用心 或是善知识也帮你提醒 就像各位 你坐在脚上 就会抖脚抖脚 你看旁边 跟你讲几次 你才不会抖脚 因为那个习惯 走路的姿态 吃饭的过程 你没有人提醒你 没办法 所以各位 家庭圆满很重要 千万不要离婚 因为你离婚了 担心家庭 小孩子就没人管 他从小的很多习惯 连拿个筷子都不会 因为他没有人在提醒他 教他 他很多动作就不严满 第五 教慢生起时 你要在心理上设身处地 你站在自己的立场 那当然你会骄傲 你站在别人的立场 那就比较不会 所以替别人想 所以就不会骄傲 因为你上辈子修的福报好 人家刚开始学佛而已 所以你当初没学佛 也是这样 毁谤三宝 现在你学佛久了 他刚开始而已 所以你要很有耐心的 很有耐心的 就像阿公阿嬷 对小孙子很有耐心的 爸爸妈妈总是要求要打 对不对 阿公阿嬷就是疼 那像阿公阿嬷 对待对方一样 慢慢来 有耐心 站在对方 所以 这个可能 讲到这个是比较严肃 但是各位一定要 找出自己贪嗔痴 嫉妒傲慢 哪一条比较重 从这条先修 然后慢慢慢慢转 五毒烦恼 能够转为五种大智慧 再过来 我们就跳一下 时间的关系 三百二十八页 第五 那发菩提心 做菩萨 那 如何发菩提心 所以 什么叫菩萨 每个人都很喜欢 人家叫我们菩萨 我们念一下 这十三条 好 菩萨为力乐 诸众生人种种利益 发菩提心 一 菩萨为令一切众生 灭除苦难故 二 为令一切众生 就近安乐故 三 为令一切众生 出生死海故 四 为令一切众生 入法宝周故 五 为令一切众生 枯竭爱何故 六 为令一切众生起大慈悲故 七 为令一切众生舍离贪浊故 八 为令一切众生可养佛智故 九 为令一切众生月度生死大况也故 十 为令一切众生爱要诸佛圣功德故 十一 为令一切众生出三界成故 十二 为令一切众生入一切至成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十三 菩萨已如是利乐诸众生等种种利益 发菩提心 为知菩萨云合学菩萨行 云合修菩萨道 而能设护一切众生 为诸众生做医子处 那在华音经里面 善才同志为我们问了 如何圆满菩萨道 来清净这些大善之士 那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愿意做菩萨 那应该至少这十二条 要去圆满 所以菩萨为了利乐诸众生 等种种利益发菩提心 就像妈妈 妈妈为了小孩 她要做什么 第一个 菩萨为另一切众生灭除苦难故 那我们有没有福特这个心态 我们要来救苦救难 所有众生不是光人 所以每次我们法会 我都故意请大家摆六桌 六道众生 一直强调一直强调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们追求 我只喜欢放生 或是我针对人 或是我喜欢针对那些高端的人 事物 那这样就有不圆满 那事实上一场法会 叫兼顾六道 都要圆满 也要让三宝欢喜 也要让六道离苦 所以菩萨为另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所以各位以后你做什么事情 穿衣服你要想 我是为了众生来穿衣服的 当愿众生 上厕所 还希望所有众生都大小便利 透过他大小便利排出去的时候 他业障都消除 更希望厕所里面的轨道众生 都有得吃 那你要讲 什么事情你都要兼顾一切 为一切众生 第二为令一切众生就尽安乐 除了离苦得乐 就尽离苦得乐 就正的涅槃 不再轮回了 所以佛教的平安快乐 就是不再轮回了 就像各位的身体 不再生病了 那就很好 所以不再轮回 所以不再轮回 第三为令一切众生出生死 海固 有生必有死 生快乐还是死快乐 因为生死都是痛苦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是互相片片而已 然后反正因为有苦 所以在唱赞课 吃吃蛋糕 忘记痛苦 但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 我们认为一个利益 有利益众生的人 我们庆祝他的生日 也希望他长久住室 因为他在利益众生 那如果一个世间人 我们希望他生日快乐 那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佛法 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日 来伤害到其他众生 第四 为令一切众生入法宝洲 进入空性 这个洲就是一个 枯海里面的 一个立足点 至少不用在那边沉溺了 他如果能够了解真理 第五 为令一切众生 孤节爱何故 就不要再起欲望 贪爱 不然永远在 枯海里面流转 第六 为令一切众生 起大慈悲故 所以菩萨要引导众生 修平等大慈 平等大悲 那你要做示范 各位这句话 做示范 要有使命感 爸爸做好 儿子就会好 妈妈做好 女儿也会好 我们要做示范 老师好 身教 众议言教 老师好 学生也会好 所以我们如何引导众生 慈悲 所以带大家来祝念 大家去帮助贫穷 放生 焉供 私食 希望大家都能够起大慈大悲心 第七 为令一切众生 舍离贪拙 所以你要告诉他真相 不尽无常 第八 为令一切众生 渴养佛智 各位要追求 来 一切功德 回向成就 得佛陀智慧 一切 一切自治 一切自治 这是最高的回向的功德 最高回向功德就是 为了圆满佛陀智慧 就成佛了 那你就可以真实利益众生 所以要让众生追求 所以大乘经典 写了佛陀的功德 果德 种种让我们渴养 这叫信仰 即可追求 为要成就佛陀的智慧 第九 为令一切众生 月度生死 大况也固 就不再轮回 第十 为令一切众生 爱乐诸佛 圣功德固 这因八十八佛 三十五佛 千佛 每一个佛 有每一个佛的 殊胜功德 所以我们修行还回向 愿我得药师佛的 果德功德 愿我得 阿弥陀佛的功德 大家来追求 成佛的圆满 十一 为令一切众生 属三界城 这三界监狱 都在痛苦 第十二 为令一切众生 入一切智成 就要进入佛陀的智慧 所以发阿尿多罗 三秒上菩提心 愿大家发菩提心 追求佛陀的圆满智慧 这样来修行 请翻到三百四十一页 念一下 重点 菩萨如是随应断诸烦恼 一 为欲令其发菩提心 称扬一切诸佛功德 二 为欲令其起大悲心 显示生死无量苦恼 三 为欲令其增长功德 赞叹修及无量福治 四 为欲令其发大誓愿 称赞调伏一切众生 五 为欲令其修普贤行 说诸菩萨助一切刹 于一切节修诸行往 六 为欲令其聚佛向好 装颜色身 称扬赞叹谈波罗蜜 七 为欲令其得佛 清净无垢法身 称扬赞叹施波罗蜜 八 为欲令其得佛功德 不思一生 称扬赞叹忍波罗蜜 九 为欲令其霍于如来 无能甚深 称扬赞叹勤波罗蜜 十 为欲令其得佛 清净无语等身 称扬赞叹传波罗蜜 十一 为欲令其得佛 旧净平等法身 称扬赞叹波罗蜜 十二 为欲令其得佛 普现差别色身 称扬赞叹方便波罗蜜 十三 为欲令其 祝一切节心无厌倦 称扬赞叹愿波罗蜜 十四 为欲令其普现其身 严禁一切诸佛岔土 称扬赞叹利波罗蜜 十五 为欲令其献清净身 随众生心悉使欢喜 称扬赞叹至波罗蜜 十六 为欲令其 或于旧净 最圣静妙 无染卓身 称扬赞叹 永离一切诸不胜法 回向诸佛 一切善罚 所以菩萨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众生 得到种种的功德 去称赞 哦 如果你需要忍辱啊 你将来得佛的功德身啊 哦 如果你去布施啊 你就可以庄严啊 一切向好庄严 那这样去 为众生 去称赞 称阳 等等 第十九 那做菩萨经典这样形容啊 念一下来 诸菩萨 摩赫萨 如大要王 若见若闻 若意若念 若同住 若共行 若称民 若随喜 皆获利益 无空过者 所以做一个菩萨的生命啊 分分秒秒 都能够利益众生 让别人看到你 想到你 接触你 跟你在一起 坐同一部电梯 都得到利益 无空过格 所以菩萨 整个来讲 就像太阳 太阳24小时 都在燃烧自己 都在放光 希望照片大地 花草树木 希望所有 都可以 得到光明圆满 做一个菩萨 各位一定要做 人间的模范 而且利用各种机会 像大药王一样 从头到尾 都可以帮助众生 若见若闻 若意若念 若同住 共行 称民 随喜 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得到 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佛 要把这个功德 布施给我们 叫施无畏 要叫善施无畏 每一个佛不少 善事 而无畏的布施给我们 所以第二诗 来 若有众生 赞得 职域 必令 消灭 一切烦恼 若与佛法 离诸 苦运 勇习 一切 生死 不畏 到无所谓 一切 智处 摧坏 一切 老死 大生 安住 平等 大 涅槃城 所以我们大家努力的修行 各种功德 各种波罗蜜 也一直回向给众生 也希望将来自己 能够成为众生的归一处 你只要碰到我 听到我 一切 为对方 所以若有众生 赞得旨意 必定消灭一切烦恼 因为你没烦恼 而且能够消除 对方烦恼的能力 等等的痛苦 我们再翻到后面 念快一点 三百五十四页 这里面是从宝语经里面 显出来的一些菩萨道 我们读一下 但是各位 如果很多东西 我们不懂 没关系 那至少你知道 菩萨这么伟大 然后你就 从你懂得开始 去实践 去做 那慢慢你就会了解 因为你只要 不管哪一部经 你很认真的 愿意去了解 那佛就在你头顶加持你 你就会懂 就像你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加持你 慢慢你就会进入佛的心 那每一样东西就是 不是说一遍看不懂就算了 就像各位看了一辈子 般若心经也不见得懂 但是你有在努力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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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进入 慢慢进入空性 那佛菩萨比我们更急 你只要有信心 你只要愿意 佛菩萨 佛的生命没有死亡的 你不要说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 那是站在解脱道的讲法 说佛陀肉体不在了 佛陀是常驻 南无常驻十方佛 永远都在 比手机讯号还厉害的传给你 进入你的心里面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在帮助你 就像我在台上在念佛也好 讲课也好 佛就假承 让你 我有一次声音已经不行了 已经完全没办法出声音了 他们就叫我 要放萌衫 结果一上去 比我原来声音好十倍 那个时候我就 吃药没用了 懒惰是有了 你只要很认真 那这个不可思议 就会显现出来 你认为医不好的病 一下子就可以好 十年的痛 一下子就好 因为你 你发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 乃至菩提心 你会发现不可思议 生命又静了 你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生命 所以佛教的不可思议 你说我这个很笨 不可能的 因为再怎么笨里面 也有最聪明的佛性 佛菩萨要赚你 你就会做个梦 换一个头改变了 那佛经里面处处都是 你百观音菩萨 你全成忏悔 因为你的动机 要恢复你的智慧 是为了利益众生 那佛就百千万个佛一起加持你 这个叫不可思议 所以 列一下 四五亮星 一 菩萨成就十种法而行于此 何等为时 一则无方所持 二则无差别词 三则得诸法词 四则得决定思维一元之词 五则无挚爱词 六则恒利益词 七则于一切友情心平等词 八则无损害词 九则便一切词 十则出世间词 善能指菩萨成就此十种法 是名修持自信 什么叫修持自信呢 因为你自信本来就具足了这个词 就像一个女孩子 她是小姐 但是她从小抱到洋娃娃就会抱 就很喜欢 这是自信的母爱 她本来就具足了 只是你给她住眼 哪一天她怀孕生小孩的 她本来就具足这些 一只狗也没人教她 但是她生小孩 她就知道怎么样照顾小孩 怎么训练小孩 就像那母鸭训练小鸭 她会训练她 能够游泳 这是她自信里面具足的 所以我们自信里面就具足 所以学佛各位要注意 我们不是外面找的 这些一切都是 菩提心是我们自信里面有的 那只要你要把它显露出来 显露出来 那你就开发你的佛性 那翻过来 悲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是如何帮助众生 来 菩萨成就十种法 而行与悲 何等为时 一者见诸有情 无归无护 受苦恼者 及其哀悯 发菩提心 二者发菩提心意 勇猛精进 速入法性 三者入法性意 饶意有情 四者为千令有情 令其不失 五者为悔尽有情 令其持戒 六者为称害有情 令其忍辱 七者为懈怠有情 令其精进 八者为散乱有情 令其禁律 九者为恶会有情 令其智慧 十者虽为有情 受诸苦恼 致必拔记 无忧疲厌 与大菩提 终不退转 圣人子 菩萨成就 此十种法 世民 修悲自信 这个我们把它解释完 那我们就要回向了 那是悲最重要了 大悲心 成就一切 那做个菩萨 那你就要 这十种都圆满 才叫悲心 才修行悲心 所以菩萨成就 十种法 而行一悲 何种时呢 第一个 见众生苦而发起 哀悯 悲悯心 就是说 所以各位 你要多去老人院 孤儿院 可怜的地方 现在很多网路 让我们看到那只狗 可怜的快死了 他们回去帮他洗澡 爱护他 我们看得很感动 那你要随喜这个心态 也透过这个影片 训练这种耐心 我想是透过科技 也有方便 所以见诸有情 无归无户 看到那些有情众生 没有归宿 没有保护 正在受苦 极其哀悯 这个很重要 这种感动哀悯 悲哀怜悯 而发 所以我一定要帮助他 我要为他成佛 现在你帮助他 只是暂时的 但是还是要帮助他 你先帮助他 得到暂时的快乐 但是为了要让他 就尽离苦 现在 就算我现在 他肚子饿 你给他一顿饭吃 你给他两顿饭吃 也不究竟 但是你依然要给他饭吃 那你给他饭吃以后 心里要发气 所以我要为他成佛 我要就尽成佛 让他脱离轮回的苦 所以 生起哀悲哀怜悯的大悲心 然后再发起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以后 就要度众生 自利利他 这里面最重要是这句话 速入法性 一个菩萨如果要 要真实能够对众生慈悲 你不能入法性 一切法的本体是什么 就是空性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真理 你就没办法 所以发菩提心呢 各位自然知道 这个世界众生这么苦 这么苦 那我们发起要成佛 那我就要勇猛精进 能够输入法性 所以就走入 走入真理 那真理就是空性 不离大悲的空性 所以你要 要去观法界性 所以应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照 乃至一切法的本体 那你要很认真 保持正念 发心以后 意思是说你要正空性 你要消除我 正空性 那你正空性以后 才能够去引导众生 第三 入法性以饶益有情 那那个时候 你已经入法性了 就正空性了 然后你就开始度众生了 所以这个叫见道 见道以后 我们叫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那你发菩提心 那你就要入法性 那入法性就要消除 这些假象贪生之 然后才叫 明星菩提 开悟了 那你才开始去度众生 出道菩提 那度众生就是 引导众生 自立的他 最后才能够圆满菩提 所以 第四 为坚令有情 令其布施 那希望大家都布施 布施金钱 布施体力 布施食物 不然我们都还有一个 希望抓也多也好 令设 一毛不拔 只想得到 不想给 所以 这些坚令有情 会没有福报 你要那个布施 至少 他来时升天 做富贵人 那一步一步 再来追求真理 所以为坚令有情 令其布施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 会有这个问题 没有法性 会有什么问题 来来来 钱给我 钱给我 然后自己都放口袋 然后自己 自己享受得很好 然后付出去一点点 就像 有些人在放生 我就问他 你放生收到 收一万 今天放生 放两千 其他八千干嘛 留着盖寺庙 这不行的 专款要专用 你今天没办法用完 没关系 用在下回放生 或是如何保护更多生 而不能说 不能说 这个钱 你没有空性 放你口袋 你就会自私 所以 你自己都 都还潜滩 你怎么叫别人不死呢 所以你自己 一定要入法性 深信因果 虽然还没办法 完全证了空性 但至少深信因果 然后这样去引导众生 所以 因为你没有去 你去饶魏友情 你就不能真正的正的佛陀的智慧 所以 为坚令友情 令其不死 武者 为悔尽友情 令其慈戒 悔尽就是破戒 伤害别人 那各位要 令 这个令也不是命令 你要真心的引导他 感动他 甚至乃至 牺牲自己很大的痛苦 你要去引导对方 慈戒来保护自己 第六 为称害友情令其 忍辱 那如何消除 他的称害 因为称心 就会害众生 所以 你要叫他 修忍辱的方法 当然要告诉他 称害会有什么果报 第七 为懈怠友情 令其精进 当然你可以过一天 有一点小钱 过得很快乐 但是这样就浪费生命 那有些人 虽然已经没什么烦恼 但是他不想度众生 他只想 我过得很好啊 我何必去 这个就是懈怠 懈怠 他只管自己好不好 我自己没烦恼了 但是众生还在烦恼呢 所以为懈怠友情 如何令 精就是专心 进不退转 八 为散乱友情 令其敬虑 什么叫散乱 乱想啊 昏沉啊 所以 怀疑啊 这些 那各位你要 敬虑 就是禅定 安静 思维 考虑 就是 透过禅定 能够让自己 专心 而且能够分析 每一件事情 第九 为恶惠友情 恶惠就是 恶 明明智慧 怎么叫恶 这些人 有知识没智慧的人 邪见的人 他口才很好 世事变充 脑筋很好 但是呢 他都看不到真相 甚至怀疑因果 邪知邪见 这些友情 要他有正确的了解 智慧 那所以我们 首先要入法性 深信因果 追求空性 然后呢 也叫入法流 然后呢 开始来自立立他 但是你在帮助 别人的过程里面呢 你会有很多痛苦的 虽未友情 受诸苦恼 虽然这样 但是自闭拔迹 永远不舍弃对方 一定要让对方离苦 无有疲厌 不退转 于大菩提 终不退转 为什么 一定要成佛 我们发菩提心以后 深信因果了 有空性的证件 那开始自立立他 六波罗密 但是在最后才能够大菩提 有小菩提跟大菩提 小菩提就是身文菩提 言觉菩提 那叫小菩提 然后我们是追求大菩提 成佛 但是你不能退转 虽然我们在所谓 度众生的过程里面 不能退转 最后你才可以成佛 于大菩提 终不退转 善男子 菩萨成就此十种法 世民修悲自信 所以这部保语经 各位最好拿来看 慈悲稀舌怎么修 然后各种的细节 怎么修 什么样才叫供养如来 然后整部经 很圆满 所以每一部佛经 我希望各位 不要执着太多钱 够用就好 马六甲还不错 有山有风有水 刚好打坐 看经典 像我的名字叫海涛 我都喜欢去住在海边 看着大海 海容易让你生起悲心 而且游动 游动就是不知足 那么宝费